真言第三十章 雅基的儿子雅古尔的话是神的末世 这人对仪帖、对仪帖和乌甲宣讲 我比众人更于玩,也没有聪明 我没有学习智慧,也不晓得有关至圣者的知识 谁升上天又降下来呢? 谁收巨风在掌中呢? 谁包水在衣服里呢? 谁立定地的四级呢? 他的名字叫什么? 他儿子的名字叫什么? 你知道吗? 神所说的话,句句都是炼净的 投靠他的,他就做他们的盾牌 他的话语,你不可增添 恐怕他责备你,你就表明是说谎的 我有两件事求你 在我死去以前,求你答应我 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 不要使我贫穷,也不要使我富裕 只要给我虚用的食物 免得我吃饱了,就不认你说 耶和华是谁? 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 污毒了我神的名 不要向主人毁谤他的仆人 恐怕他咒诅你,你就判为有罪 有一种人咒诅父亲,又不给母亲祝福 有一种人自以为清洁 却没有洗去自己的污秽 有一种人眼目多么高傲 他们的眼睛长在顶上 有一种人,牙如剑,尺如刀 要吞灭地上的困苦人 和世人中的贫穷人 水智有两个女儿,常说 给我给我 不知足的东西有三样 连总不说够了的,共有四样 就是阴间,不能生育的妇人 水源不足之地 和总不说够了的火 嘲笑父亲藐视年老母亲的 他的眼必被谷中的乌鸦啄出来 给除阴所吃 我测不透的其事有三样 连我不知道的,共有四样 就是鹰在空中飞翔之道 蛇在磐石上爬行之道 船在海中航行之道 男与女交合之道 营妇的行径是这样的 他吃了,把嘴一抹 就说,我没有做错事 使地震动的是有三样 连地也担当不起的 共有四样 就是奴仆做王 鱼丸人吃得饱 被人厌恶的女子出嫁 婢女接替主母的地位 地上有四样小东西 非常聪明 蚂蚁是微小的昆虫 却能在夏天预备粮食 食欢并不是强壮的动物 却能在岩石中作枯 蝗虫没有君王 却能成群列队出发 壁虎虽可以用手捕捉 却住在王宫中 步伐威武的东西有三样 连行走威武的共有四样 就是在百兽中最威猛的狮子 他面对任何野兽 也不会退缩 还有高势阔步的雄姬和公山羊 以及率领军兵的君王 如果你行事愚昧 自高自大 或是心怀恶计 就要用手掩口 搅动牛乳 必生出乳酪 紧压鼻子 必压出血来 激起怒气 必产生纷争 谢谢大家